這感覺有點像健身房 一次在試工位置 從小到大我一直有一個心願 就是在捷運上吃東西 我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家汽車旅館 其中有一間是設計成捷運包廂 包含座椅、拉拔跟感應門 都做得很逼真 我們趕快去一探究竟 2380這一間分店 他們的入住標語是 沒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還沒玩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趕快去309看看 309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了 我看到一個屁股 這個椅子我是第一次看到耶 它長得蠻特別的 下面還有彈簧 來做做看 這個感覺有點像健身房 再來還有一個床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嗎 抬腳的 這邊有附四包餅乾 還不錯喔 它的浴缸超級大 淋浴間的門是透明的喔 你看起來蠻乾淨的喔 各位觀眾 南港展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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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你看這個聯盟也做得很逼真耶 這個捷運包廂媲美台北市的捷運超像的 從車廂到內部外觀全部神還原 我們現在就打算在捷運車廂做壞壞的事了 這是我一直以來都想做的事 一次站四個位置 我好壞 好 我現在呢 就是在這間捷運包廂準備開吃了 應該第一樓我是準備 大腸鵝仔蜜蟹 台灣人必吃 這個醋一定要加爆了 它這個乳大腸的口感非常軟嫩 也很入味 一碗鵝仔蜜蟹 一碗鵝仔麵線好不好 就是在於它的鵝仔蜥不行鮮 這個鵝仔非常大顆 哇塞 它的變線是屬於那種勾芡很多的 但呢 嗯 他變ance 再來吃這個臭豆腐 看起來很酥喔 臭豆腐真的是台灣美食之光 配個超大的泡菜一起吃 這個臭豆腐外酥、內嫩 而且夠臭 怎麼那麼臭啊 怎麼會有人在捷運吃臭豆腐啊 超臭的耶 在捷運吃的臭豆腐特別好吃 很好吃啊 蚵仔煎 它的醬看起來是橘紅色的 聞起來很像是辣椒醬跟甜辣醬 我吃吃看 它的皮很Q彈 裡面的青菜很脆 所以有兩種口感 可愛 跟剛剛的大肠麵線一樣鹹 醬是甜甜的 有一點微辣 搭配起來蠻合適的 我最近啊 一直在網路上查詢一些澱粉的資料 然後我就變胖了 因為我攝取太多澱粉了 什麼東西啊 好辣 我最近終於知道 為什麼索爾跟鋼鐵人 這麼喜歡去綠巨人家了 為什麼 因為綠巨人他有客人 很深淡 好辣 那接著吃第二輪 罪惡幸福大集合 雞排配蒸奶 假的喔 天乾一點 我最愛的雞排就是派克雞排了 從國小吃到大 以前六年級的時候每天飯學都是買一片 派克的皮吃起來有一點甜甜的 然後非常脆 每次咬下去都會有卡滋卡滋的聲音 它的肉質吃起來鮮嫩多汁 帶有一點甜味 不會讓人有一種皮肉分離的感覺 我偶然會很適合 偶然會吃了 我偶然會很熱 因為它是跟沒有吃到很甜的 背面還可以吃了 最多小的一家 就超好吃的人 你也很好吃 邊搭團 邊喝針奶人的好吃 我 那你知道奶的古代人物最會做珍珠奶茶嗎? 諸葛亮 因為劉備總是跟他說 先生珍奶神人也 鹹酥雞必點的薯條 鹹酥雞跟珍奶真的是宵夜首選 鹹酥辣通常都有分兩種口感 派克這種就是吃起來很有韌性 有咬勁 所以他嚼比較久 我蠻愛這種 第一種就是比較濕軟型的 不知道大家喜歡吃哪一種 再來吃這個四季豆 這家派克的四季豆 蠻猛的 很水潤很脆 豆味也很重 再來吃魷魚 也是我吃鹹酥雞必點的 他的魷魚腳切得很大塊 吃起來蠻有口感 皮超脆 欸你平常 大家覺得你們會喜歡聽音樂嗎 會喔 蠻喜歡的 那你知道 喜歡聽音樂的餐飲會生出什麼嗎 不知道 搖滾群 搖滾群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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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最喜歡點的就是五股雞腿爬 他的肉 又比較厚 吃起來更舒服 是他的好處 吃它的時候不會被骨頭打擾 不會以雞腿爬的原味 就從捷運開始 吃泡麵 嗯 嗯 嗯 有很多 好 那我們雞排配珍奶吃完啦 哇 現在走出來就到了 這是他們準備的早餐 各位早安啊 我們現在要來吃這間汽車旅館附贈的早餐 是檸檬紅茶搭配豬肉滿福寶 這個味道就是經典 第二個 豬肉滿福寶就是有一種神奇的魔力 滿福寶是主體 關鍵在於它皮跟肉交融的口感 還有熱騰騰的時候咬下去會直接噴汁 他們附贈的早餐吃完了 來吃我剛剛叫的早餐 大冰奶開啟美好的一天 以前我最夢想的就是去學校的路上 可以在捷運上吃早餐 沒想到今天居然實現了 早餐必點鐵板麵 加蛋 蘑菇口味的 再配上一顆半熟蛋 完美 滑順的蛋液 配上柔順的麵條 再來吃玉米蛋 比加起司 咬下去 這個起司的口感就是 玉霸不能 再來是中間的玉米 脆脆甜甜的口感 讓起司不會太膩 厚片吐司 我先點的是草莓奶油口味的 油順的果醬搭配上普世 再來是油條蛋餅 健感的蛋餅皮 加上剛炸好的油條 而且還有超多蔥的 油條很脆 但餅皮很酥 整體油膩度不會太高 蘑菇糕加蛋 像蘑菇糕這種 看似平凡的料理 配上煎蛋 就能蹦出新滋味 我還聽一下 你有酥炸過 蘑菇糕的口感滿扎實 這醬料是使用辣椒小魚乾 蠻辣的 浩克雞腿堡 這家的雞腿還超厚的 非常多汁 那我們早餐吃完 等一下就去準備退房 先去外面入結尾 那我們今天體驗完入住 汽車旅館了 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汽車旅館跟一般的飯店 滿不一樣的 入口處就是一個大車庫 再來是進房間之後 多了奇怪的椅子跟抬腳枕 最特別的是 它每一間房型都設計成不同的主庭 每一間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格調 同時也實踐了我從小到大的願望 超開心